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请大家提问 谢谢发言人 本期新年报记者提问 联合国未来峰会日前在纽约开幕 峰会通过未来契约 从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方面提出行动计划 以应对全球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动荡和转型期 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更新和改革国际合作 世界人民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 认为联合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中方的与会情况 另外如何看待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的作用 谢谢 当地时间9月23日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 发表题为把握共同命运 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词 王毅外长指出 未来存在着人类发展的希望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举行未来峰会 发表未来契约 为世界和平发展 明星俱立 为人类前途命运 剥划蓝图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提供新方案 为建设美好世界 挥救新蓝图 王毅外长阐述了中方的四点主张 要建设和平安宁的未来 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大国尤其要做出表率 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 超越冲突对抗小集团 要建设发展繁荣的未来 要共享发展机遇 谋求合作共赢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群球化 让人民享有发展成果 让各国实现共同繁荣 要建设公道正义的未来 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计划 强化国际法治权威 抵制势强凌弱的丛林法则 反对单边制裁霸权行进 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要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要开拓新疆域新实践 追求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 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将提出人工智能力建设普惠计划 面对全球冲突动荡加剧 发展失衡 治理失序等挑战 国际社会需要团结 而非分裂 合作 而非对抗 归根到底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只有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才能得到落实 全球治理才会向前发展 中方愿意本次峰会 和本届联大为契机 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同世界各国携手同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创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问题 由 AFP 我想请问 一个报告 published今天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ich say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investigated detained and fired the economist Zhu Hongpeng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fter he allegedly criticiz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economic policy is the foreign ministry able to confirm or deny this report and provide any further details thank you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下一个问题 谢谢发言人 塔斯设计的提问 里巴南南部和东部 多地遭到 军大范围袭击 到23日晚上 已经有一千三百多个目标 遭以军空袭 大概两千人死伤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请问中方对此有回评论 中方高度关注 当前离以紧张局势 对有关军事行动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深感震惊 深感震惊 中方反对 侵犯 一般的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反对和谴责 一切伤及无辜平民的行动 我们呼吁有关方 采取措施 立即缓和局势 防止地区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确实维护 中东的和平稳定 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下一个问题 我认为 中东地区的局势越是严峻,国际社会就愿意越应该共同努力 缓和局势,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中方都会坚持 站在正义一边,始终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不限努力。 下一个问题。 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禁制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话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谢谢。 9月17日至22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进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约国大会主席,以及13个国家常驻进化武组织的使节和代表访华。 这次访问的主题是尽早全面彻底销毁日本仪器在华的化学武器,维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权威,实现无化武事件目标。 在华期间,代表团实地考察了日移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的现场。 各方强调,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日本销毁日移化武的义务,做出明确规定,支持进化武组织继续开展严肃审议,实施监督核查,确保有关规定得到有效落实。 需要强调的是,当年清华的日军在中国大量使用并遗弃化学武器,其巨大的危害延续至今。 清除日移化武毒害,是日方不可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 日方应严格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间备忘录的规定,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方位、全链条加速处理日移化武,早日全面、干净、彻底地清除日移化武的移动,还中国人民以进度。 中方期待进化武组织在监督日方旅业尽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继续为实现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做出努力。 下一个问题。 订阅上班约和小鸟的小鸟师作举讯。 大ц字在西方中,土地個主任毫的尊责任, 鸟市对中国人鸟师作举意建议兆雨情依旧的信号鸟, 在美国人前面建议美国人府和文化议养产的公司所谓真正在进入北京那地方。 and exaggeration. So could you elaborate on what politicization and exaggeration means in this case?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Canadian former diplomat Michael Kovrig has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CBC News that he was psychologically tortured by being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a Chinese prison for nearly six months from 2019. Does China have a response to this allegation of psychological tortur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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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恶用心 昭然若揭 海懒是典型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 事关全球网络 互联互通 和各国民众的切身福祉 美方将海懒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 严重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 威胁全球数据 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 剥夺了各国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发展海懒产业和自主选择 海懒供应商的权利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将一如既往 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利益 支持国际社会在公平公正 平等包容的原则下 开展国际海懒合作 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 下一个问题 据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拟定新规 来阻止销售和进口 产自中国及俄罗斯的连网汽车软件 目的是为了抵御黑客攻击的威胁 此举被美国商务部认为是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请问外交部对此复合评论 具体问题请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昨天我也已就此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美方针对特定国家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 违反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 扰乱国际贸易投资 破坏全球产物链稳定 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方也注意到美国业界对此有不少的质疑声音 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 行打压遏制他国之时 为各国企业营造开放公平透明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塔斯社 芬兰爱荷泰里动物园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个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将被体检送回中国 关于这件事 中方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 我刚刚也注意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已就此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你可以查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但是我认为这个事件不是关系的 但是你认识中国人说 这事件不是关系的 对日本的投票和公众公网上的社交媒体 我看了第一次的访问 昨天你来了记者会了吗 对 我看了第一次访问 对 昨天也是一位媒体同行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昨天我也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 我也明确地指出了 在中国没有所谓的仇日的教育 在这次事件之后 不少当地的市民献花悼念的这些自发行动 也表明了反对暴力 祈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愿 我也愿意在此重申 我们主张以始为鉴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不让战争的悲剧再重演 要真爱来之不易的和平 更好地面向未来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那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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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